脑洞小段子欠抽的东华 一 凤九和东华一起走 喜欢手搂着他的腰 顺便扯着他的衣袖 有一天散步中 东华忽然说 别扯我的衣服了好不好 凤九不悦 说你和我说话就不能加个宝贝 然后他说 别扯我的宝贝衣服好不好 凤九 二 天庭上映 三生三世十里胡扯 天君一家人捧场去看这部大剧 他们买的是一等票 位置十分的好 可阿黎淘气 总是趴在舞台前面的梧桐树上往下看 只听坐在下面 VIP坐的东华说 天君 你们好好看着孩子 别让他掉下来 本地君这是贵宾席 调到这是要补票的 三 水沼泽中 教授经学的夫子正在讲课 看到下面有两个学生正在打瞌睡 其中一个是压在书本上 满头银发铺立桌 呼呼大睡的成绩优秀的学生东华 一个是把书遮在眼前做屏障的岔生少婉 夫子就怒气冲冲地把那个少婉拉起来骂道 你这个不思上进的家伙 一看书就睡觉 你看人家连睡觉也在看书 四 哎呃 这是如果干得好就叫减肥 比如被跌伐禁闭的凤酒 发呆 这是如果干得好就叫深沉 比如常常百无聊赖的东华 偷懒 这是如果干得好就叫享受 比如装傻做风流的连颂 死皮赖脸这是干得好就叫执着 比如苦肉计耍得麻溜的夜华 五 阿黎到了上学的年龄 因为团子长得胖乎乎得很可爱 有个顽皮的学生 给他取外号叫胖球 阿黎哭着告到天君夜华那里 夜华有些心疼 正想着如何劝慰阿黎 这时一边刚在被请教天庭政务的东华 发生了 你们那同学太没有礼貌了些 怎么随便给别人起外号 总不能人家像什么 就叫什么霸 脑洞小段子 三字经 凤酒对于自己的夫君是十分深爱 十二分敬佩 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东华解决不了的 而且解决问题方式特点 简单 粗暴 高效 因此他一遇到难解之事 就来请教自己的夫君 东华 最近在东海水军偷偷摸摸地来挖我们的玉矿 怎么办 打回去 东华 我阿爷和阿奶都对四叔的亲事愁得很 每次一介绍相亲 折眼就打断 怎么办 取回去 东华 我们青秋最近有老师被人嘲笑是女婿帮 怎么办 对回去 东华 这两天我总感觉有人在踢我 怎么办 踢回去 等等 谁这么大胆 你儿子 脑洞小段子 胡帝与天君的骂架 你们狐狸窝又破又救 你家乖孙就愿意来我们这又破又救的狐狸洞门口待着 一待就是七天七夜 你们狐狸好吃懒做 惯会吃酒 我们家除了个晚辈 各个上神 你们上神都是作弊得来的 我给我儿子挡雷 我乐意 折眼给我家小四挡雷 他乐意 小五他师父给他挡雷 他乐意 你们狐狸没有规矩 切 你们的规矩还是我们家僧女许定的 脑洞小段子 佛里克 这天 东华接凤九放学回家 凤九一路上兴致勃勃 唧唧喳喳讲个不停 东华 今天有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先听哪个 那就先说好消息 我们佛里克的夫子 终于被我们气走了 哦 他的课说得我昏昏欲睡 考不及格 还要打板子 幸好走了 万岁 那坏消息呢 听说又来了一位新夫子 听说很厉害 所有人都怕他 哦 东华 你说他会不会也要打板子 男说 第二天 咦 东华 你怎么来了 可是有事 嗯 有事 拯救你的佛里克 之后的好多天 好多天 东华 我真的好累 呜呜 背个圆绝经来听听 呜呜 不记得 来 继续醒神 脑洞小段子 关于房屋改建 一天 帝君和帝后坐在一起商量 如何改建青秋湖里洞 我那湖里洞 阴暗潮湿 东华你要去住 肯定不习惯 所以我好好地改了改 墨 你看看 还行吗 就见帝君 看着图纸 皱眉想了想 换出一支笔 在图纸多处画了画 凤九看了看被改动的图纸 除了厨房和卧室 全部被画了个圈 这是做什么 天一样东西 什么 床 脑洞小段子 批评与自我批评 天庭大会 今天的议题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天君夜华身先士卒 本君要批评自己 有个人主义倾向 弱水大战时候 个人英雄主义作祟 以元神祭东皇中 结果让浅浅伤心 一旁的众人听了 纷纷跟着说 是 是 天君这般英勇 让我等如何处之 连颂怕是要冷场 接着说 我要自我批评 平时放浪行孩了些 招得很多女神女仙不待见 一旁的众人一边听 一边心里翻白眼 谁不知你连三殿下 是天公女神仙们的 一朵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节语话 众人口中还连连说道 不拘小节 此为率真 见有两位位高权重之人 都以做批评与自我批评 瞬间 大殿至上 众人开始火热地讨论 办想之后 只听见那东华帝君 倾咳了一声 一时之间 鸦雀无声 本帝君也要自我批评 个人享受主义严重 因为本帝君平日又早起 读经书的习惯 因此 每天早上机名时分 本帝君的帝后就要早起 亲手为本帝君准备早膳 又因本帝君喝惯了连心茶 而这茶又惯是麻烦 因此 帝后每天都要花个两个时辰在这上面 还有为了让本帝君 吃上新鲜的小菜 帝后常常亲自去原谱中栽种 有时还会弄得一身泥 本帝君常常劝帝后 不要这么麻烦 有时间和你姑姑一样 多看看戏本子 或者和成玉元君一样 去花池边看看花 再不济 也可以学那魔族十足五五剑嘛 可是他就是不听劝 哎 众人脸上 三条黑线 不约而同地说道 帝后贤惠 脑洞小段子 有关相亲宴 且说那凤九 与东华帝君成亲之后 那两人之间 说得好听 叫抗力情深 说得不好听 就是年年乎乎 乎乎年年 四海八荒都知晓 帝君实力宠妻 都言道 这百炼钢 也画绕纸柔 这天 凤九他娘亲 与其姥姥福密仙母 在一处聊天 不禁感慨 如今 看着帝君对我们小九 那真是叫一个情深义重 这总让我放心了 你要知道 小九刚刚继任 青秋女君之位后的那些年 可是把我给仇死了 是啊 我们这小九 端端一个好样貌 身间赤虎白虎两足之长 但这情路走得尾石坎坷 幸而今是 手得云散见月明啊 可不是 头几年 我家那口子 也不知是为什么 生怕自己家丫头嫁不出去 成天就张罗着 要给小九巷看人家 四海八荒四处打听 这年龄相仿的 身份相近的 脾气相投的 那是找了个变 这个我也听你说过 一开始几年 凤九他爹 打着青秋以武会友的旗号 开那相亲宴 还是有蛮多年轻人来的 但是也不知道怎的 越到后面就越发清冷 直至开了四界 就无奈取消了 唉 娘亲 您是不知道我那几年 心里苦啊 您说我家小九 是要相貌有相貌 要神韵有神韵 要地位也有地位 可是就真的 没有遇见几个可心的 凤九娘说到 那几年的光阴 心中还有些伤感 我记得 你当初不说过 有个苍仪神君 甚是不错吗 不知 的确 那苍仪神君 的确当时 甚是得凤九他爹青眼 那神君虽然位分不高 但是胜在为人耿介 又实干 虽只是一山君 但是所在封印玉矿 甚为有名 所以也很是富足 再加上他修为 比起同龄人也很突出 凤九他爹很是忠义 那为何后来 说来也怪 这苍仪神君 附了这宴没多久 就被另外封了 镇守一族的将领 没几日就附了人 一去就是几百年 压根和小九就没有见过几年 不过听说 这苍仪神君倒 真是能干 镇守这些年颇有政绩 如今已经升至天宫 位列上先 也是不容易 唉 还真别说 也不知道是什么邪 小九他爹 只要相中哪家狼 哪家狼就会被委以重任 要不去守边 要不就是开辟新土 再不就是要成军位 这成了军位 那哪还能和小九一块 甚至还有一个 天宫的思乐的上仙 竟然和佛陀聊了半宿 就看破了红尘 皈依了佛门 娘亲 你不知道那几年 我一想到我家小九 这蹉跎的年华 这不遂心的婚事 我就凤九娘一时之间 伤感起来 好啦 福密仙母拍拍自己女儿的手 坎坷是坎坷了些 但是说不定这一切的坎坷 就是因为和帝君 她有缘呢 你说若是小九那丫头 真的嫁给那个苍仪神君 或者是山神 水君的 那还有今天的好姻缘吗 娘 您说的对 是我魔证了 是啊 现在小九过得好 我也放心了 小九何止叫过得好 不说她现在是曾经天地 共主的东华帝君的帝后 位分极为尊贵 就看看那帝君 对我们小九的那个贴心 那个疼爱 这四海八荒的女子 哪个不亲线 娘亲 你这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 前几日 我们家小姑子来和我说 那帝君 在天宫的朝会上 把我们家小九夸得 是天上仅有 地上定无的贤妻 小姑子 说她听后 都不太好意思见天君了 这 我也听说了 我还听说 这对母女俩是这一说道 可是从日出聊到了天黑 要不是被各自的夫君拉住 估计还能聊个通宿 再说太成宫这边 这日凤九刚从天后白浅处 看了折子戏回来 正待进入太成宫 就迎上一旁后者的私命 私命做了一依 道 帝后 帝君令小仙在此后着 说若是帝后回来 就请帝后先去南边的亭子 带她一会 说是为帝后准备一些小礼物 凤九有些好奇 便依着私命的话 去到太成宫南边的梁亭 这梁亭是东华特地为凤九所打造的 直到她喜欢看风景 便又在这南边的园子中 建了九区的回廊 齐珍一草 争方斗艳 还常有仙鹤 彩雀等真琴来献舞 凤九坐在亭中有些无聊 斗了一会池中的锦礼 又为了一会彩雀 感觉甚是无聊 一直眼巴巴地望着正殿的方向 就在这时 远远看见东华走出正殿 旁边似乎还有什么人 她连忙向着那边招招手 喊道 东华 然后提着裙子往那跑 这段路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凤九站到东华面前时候 还在微微地喘气 帝君又是好气又好笑地 替他理了理 有些乱了的发丝 略带责备道 这么着急做什么 谁让你让我等那么久 凤九娇称 还有你说的礼物呢 拿来 他白嫩嫩的小手掌心 朝上翘生生地伸到东华的胸前 嗨 东华轻微地咳了一声 伸手将凤九的手握在掌中 这时听见一沉稳的声音 参见帝后 帝君 小仙不敢相扰 告退 凤九这才注意到 一边穿着轻衣长长的仙冠 看那身量 似乎在哪里见过 凤九见有外人 有些羞难 幸好 这仙冠失了一礼后 只是略微抬了下头 就俯手退了出去 嗯 凤九有点疑惑 照理说自己的记忆力 一向是顶好的 怎么感觉就是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呢 九儿 在想什么 东华微微猝着眉头 好像似曾相识呀 九儿 果真不记得 真的记不起来了 东华 你说 我现在是不是被佛经背得太多了 脑筋都不怎么好使了 哼 别找借口 佛里克 我还是会监督你的 你 凤九一想到东华这监督的法子 就修得脸上瞬间现出红霞 那是苍仪上仙 以前称苍仪神君 东华盯着凤九的眼睛 缓缓说道 苍仪神君 哈 我想起来了 我爹以前和我提过 说是鼎厉害的一个人 很能干 凤九一拍脑袋 这才想起来 有我厉害 有我能干 东华低沉的嗓子 透出些别扭 凤九有些失笑 怎么拿他和你比 你这又是计较哪门子 凤九有些狐疑 看着东华这别扭的小神情 心中有个苗头生上来 东华 你该不是在吃醋吧 凤九满脸的笑意 盯着东华 东华别过脸去 不说话 东华 你这醋吃的可没有道理 我都没有见过他几面 都是我爹当时说好的 再说他说好的人 可多了 你还能一个个去喝醋 凤九把脸又凑到 东华脸边 表面上不显 但是内心里见 东华不多见的别扭 可失了的开了花 是挺多的 足足有七个呢 什么 东华的声音说的不大 凤九并未听清 哎 东华叹了口气 自己也觉得有些可笑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偏偏他现在还记得清楚 可能是那段日子 太苦太苦了 他每日打理着正式之鱼 就忍不住想 怎么才能让这些人 离得他远一些 远一些 他现在都还能清楚地回味 当时听到他家 一次次的四海八荒 为他设宴朝亲 内心的波涛汹涌 那股闷气 至今他能感受 他当然是相信他的九儿 他从没有怀疑过九儿的情感 只是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爱而不得的男人 他心中始终是愤然的 不过 幸好 他们现在在一起 东华 凤九打断他的回忆 东华捉住凤九 晃在他眼前的小手 我是在说 你父亲看中的人 都很能担当大人 他眼光甚是不错 他轻轻地落了一吻 在凤九额间的凤语花上 不过 你的眼光更好 凤九听着东华 低沉的嗓音 感受着轻柔的亲吻 整个人都柔软的 和一池春水一般 不知何时 就被东华抱进了内殿 我姬妹君姿 君异悦我言 夜半醒来 东华凝望着身侧的 那个女子 忽然想起 那个还没有送出的礼物 她从须顶中 换出个按照凤九原身 身形制成的赤色的 陶瓷小狐狸 放到她的枕边 她一定会喜欢吧 东华温柔地 吻着她的凤语花 入眠 且倒是 寻常多少 月明风系 今夜偏佳 脑洞小段子 时关于忍一日午时 东华在内殿西侧的 水泻凉亭内 与自个下棋 半想随手端起手边的茶 瞎了一口 轻皱了下眉 湿了胃 而且还是凉的 继而 她又微微笑了 是了 她还没起 不 她这不刚刚起吗 正向自己走来 看着那个昨晚一时 视死如归 之后赋予顽抗 最后便捷投降的小女子 一脸愤然的样子 她眉眼之间 都带着一丝春意 东华 不 东华帝君 您真不能这样了 不能怎样 她饶有趣味地 逗着自己的小狐狸 你 你知道我说什么的 凤九见她挑着眉 一脸的戏血 有些些急 哦 我知道 东华嘴中硬着 一手拉过小狐狸 手中换出个玉盏 还腾着些 鸟鸟的热气 来 喝了 凤九见着有些稀奇 就着东华的手 一华喝了个干净 嗯 微甜 有些果子香 喝下去嗓子凉凉的 挺好喝 是什么 小狐狸总是有些后知后觉 罗汉玉离高 昨夜见你提的厉害 怕你嗓子有些不适 方才让人去药王那拿来的 感觉好些了吗 东华画出帕子 帮小狐狸设了是嘴角 凤九听罢 又想到昨晚的丢成汽池 攥了攥自己的小拳头 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一股作气地对东华声讨起来 东华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折腾我 我这些天总是想睡觉 晚上不够睡 每天 起得晚会闹人笑话的 我不介意 你想起多池就起多池 这不是你介意不介意的问题 凤九发现他家帝君的脑回路 就是一股清流 这隔山打虎是没有用的 要直白才行 于是 清了清嗓子 到东华 我认为吧 你有时也该忍一忍 不能忍 怎么不能 那你没有遇见我之前怎么过的 见东华有些无赖 凤九有些好笑 那不一样 天下只有我 没有你 根本无虚忍 那从凡间回来那些个时候 你每次见到 我不也是冷得跟冰块一样 连我 凤九一想起那段岁月 心里就闷得慌 那还是不一样 东华看他醋了眉 手指划过他的凤雨花 没有万全之策 我怎肯让你涉险 何况 你知不知道我忍得有多辛苦 我的结 全是你 他微凉的唇 附在他的额间花上 凉九 这微凉的吻压下了 他心中的闷闷 似乎被一红青泉洗过 他依偎在他的胸前 岁月静好 许久后 他轻推着他的肩膀 稍稍隔开些距离 正好可以看见彼此的眼 他轻轻挑着眉 道 在那些个年月 不能忍 是本帝君的耻辱 但到如今 本帝君若是忍了 就是帝后的耻辱了 你 嗯 看来帝后的申诉 无效 看来帝君的耻辱了